今天我們要討論的是這兩個法案 那這兩個法案其實已經有一段時間了 那2004年其實環保署就開始研議資源回收再利用法跟廢清法的這兩法合一 那2013年你們也提出了資源循環再利用法 那其實這就是兩法合一的提案 那其實推出來之後其實各方反應都不是非常好 那所以後來魏署長上任之後 他也跟各方各個團體在做過一些溝通 那當時候民間就是提出了這個廢棄物減量及循環利用法的這個民間版本 那現在我們民俗分委員他所提出來就是以民間版本作為一個出發 好那基本上我相信行政院應該是支持兩法合一的吧 是啊好那如果說就在兩年前我們環保署這邊已經認同這個兩法合一的方向 好那也就是經過這麼長的一段時間 那針對今天我們所討論的廢棄物減量及循環利用法 應該是可以提出一些比較具體的意見 但是我今天看到這個報告裡面 總共就是在你們的書面報告是一段八行的字 那剛剛其實副署長也有提出你的一些說法 但是我在這個報告裡面 我看不出來你們比較具體的一個意見 好那我想要請問一下副署長 你們這邊是不是有什麼考量才會寫這樣的報告 就八行針對這個法案 各位委員報告很抱歉也許我們寫的太簡略了 但是因為最主要是當初二法合一我們也提出了草案 那其實也送到大院來審議 但是在上一屆就審議到最後沒有辦法通過 所以就是在這個審議過程有很多的意見 所以我們才會覺得說 那也許我們需要再重場地去重新檢討 那麼再多聽各方的意見 再來修改我們原來提出來的草案 所以今天我們才會沒有針對這個草案的主條 去提出我們的意見 所以基本上對於兩法合一我們是贊成的 但是經過這麼長的時間 還是沒有跟各方討論出來一些比較具體的一個意見 那今天就用了這八行字 然後裡面我看的重點就是 條文數量龐大內容複雜 然後點點點 原建議與各界充分溝通 以凝聚立法共識 如果每次報告都寫這樣 那我們什麼時候才會有進一步的一個 可以溝通的一個項目出來 請問一下副署長 各位委員報告也許真的是抱歉 因為這個是當初借其不續審撤回之後 那麼我們在這一次的提案提出來的時候 因為剛好也是臨界到有關這個執政交接的這個期間 所以我們才會覺得說是不是 很抱歉我這麼說 就是說可以等到新的首長上來 那麼他政策方向定了 那我們才去做一些整理 這樣可能會比較恰當 副署長我也知道 但是其實我們大家都在等520 那其實我覺得我們在這個職務上的任何一分鐘 都是人民交代給我們的時間跟我們的責任 所以其實我還是想要利用這個時間 請副署長你針對廢棄物 減量及循環利用法這個草案 你們的基本立場是什麼 那你們現在對於 就是林淑芬委員的一個版本 跟你們的版本差異 最主要差在哪裡 你們不能接受的在哪裡 可不可以請你檢要說明一下 是不是我可以先請我們主管的處長 先做報告 主席還有委員 各位早 我想因為這個時代一直在變遷 因為當年在討論這個兩法合一的時候 其實假如說 因為我是也是這個去年接這個處長 那大概來講這個整個現在這個 時代的趨勢就已經進入這個資源循環這個階段 所以假如說 他們目前這個所謂追求的這種目標 希望從這個創新產品的設計 來減少這個廢棄物 還有包括這個創新營業的模式 而是說 他不重視這個使用錢 而是包括就是說 使用錢跟擁有錢的話 要給他做一個分離的話 這可能會做一些廢棄物的減量 所以說還有跨部會的合作 有時候這個部會的廢棄物可能會有其他部會的資源 所以這種趨勢目前來講 在整個歐盟 在世界各國已經 往外面再走了 那我們假如說純粹是還是用廢棄物這樣一個觀點來處理的話 來做一些所謂的三個R或是4R這些減量的話 我想可能我們假如要跟得上世界的話 我想這一步我們要跳過去 這第一個跟委員報告 第二個就是說以日本的立法為例的話 日本立法這種 第一個這個環境基本法 這個我想這是整個做環境 我們自己我們國家有環境基本法嘛 第二個他們在立一個所謂的 循環形社會形成推進基本法 就是一般我們現在 我們認為的所謂的這個兩法合一這個法 但其實他是 他也不是把這個兩法這樣一個做啦 他另外一個 特別的一個 一個叫做循環形社會形成推進基本法 那下面再有所謂的 我們現在的廢棄法跟我們這個資債法 那在第三層最後一層 再有各個物質所謂的recycle就是回收 所以我想假如參走這個日本這個立法 這個體育的話 那再參照目前來講 整個這個世界這種 由這個線性經濟到這個學院經濟 這樣一個規劃的話 我想我們是有機會有時間 假如再跟委員 或是跟委員會再做一個討論 希望把這個立法整個的話 架構是不是能夠 更能夠以世界這個趨勢能夠 這個跟進或是 這是我想我們目前來講 收集一些資料 一些跟委員做報告 好 那你處長 你剛剛講的這兩點喔 那其實你們有你們的一些想法嘛 那想法我想在你們報告裡面喔 我是希望可以看得到啦 不要用那種就是 這八行簡單的文字 然後這樣子 就是再拖這樣子一段時間 然後我覺得沒有意義 如果你們有什麼想法 你們覺得可行不可行 都寫出來讓所有的委員來參考 好 那我們才知道說 你們現在環保署這邊的立場是什麼 那我們才可以進一步再去做一些了解 好 那接著我想要來問到的是 廢棄物清理法喔 請問一下副署長 依照現行的法令喔 我們國內的這個垃圾焚化廠啊 它都是優先處理家戶的垃圾 是吧 跟委員報告 當初焚化廠的規劃 就是以家戶垃圾為主要目的 對 好 那所以說 如果說它有餘餘量的時候 可以再收一般的事業廢棄物的一個 是的 基本上是這樣 好 那所以 基本上就是先收家戶再收事業廢棄物 好 那如果問一下環保署喔 如果說 因為這個廢棄物清理法的話 是中央主管機關是你們嘛對不對 是環保署嗎 中央是我們 對 那如果其他部會公然的違背了這個廢棄物清理法 那請問一下環保署的態度是什麼 我想法雖然主管機關是我們 可是法是所有的國民都要遵守的 對 所以所有人如果違法就照法辦了 好 那根據廢棄物清理法第32條喔 副署長你知道這一條在講什麼嗎 好 來 我唸一下 新設工業區及科學園區之目的 以及事業主管機關開發單位或管理單位 應於內或區外設置 事業廢棄物的處理設施 並於事業廢棄物處理設施設置完成後 該工業區及科學園區使得營運 好 那後面還有一段啦 他的主要意思就是說 已經既有的要在六個月裡面 做規劃完成這樣的一個設施的一個文字喔 好 那我想請問一下環保署 以工業局跟科學園區喔 經濟部跟科技部底下這些喔 哪一些有設置這個廢棄物的一個處理中心 你這邊有掌握嗎 針對工業局跟科學園區 科學園區有部分有啦 好 那請一下科技部跟經濟部 來 我們可以來回答一下這個問題嗎 給我們 科技部跟委員報告喔 因為這個 事業廢棄物這個經濟部負責 是所謂的這個特殊性的有毒的部分喔 那我们目前在北中南大概都设立 都有这个福岛设立这个有毒废气物的一个处理 那我想知道以经济部的工业区来说有几个有设置 大概就北部观音然后中部张宾 然后南部大发工业区 因为这个主要就是这个院里面的分工 大概就是这三个来负责有毒废气物的一个处理 所以全台湾有几个工业区 如果是经济部主管大概是有62个 但是也有工业区不是只有经济部 因为工业区有中央主管地方主管 对没关系有你这边主管的 我们这边大概62个 62个那刚刚我问了说你们这里面62个有几个有设置 三个 三个好来科技部 你好那科技部来讲目前是南科是有设置处理设施 那目前在同楼部分是有在开发的当中会有一个 那所以总共有几个科学园区 那几个有设置 我们现在有13个基地 那一个现在目前有设置的就一个嘛 进行中的一个 好所以这比例都非常的低啊 但是其实因为我们有些在整个原来在行政院的废气物清理方案里面 那一个有害肺气物其实是并那个经济部的那三个处理设施去处理 好谢谢 来署长 你刚刚听到这个数字你觉得表现怎么样 63个 62个里面有三个 那13个里面有一个 觉得怎么样 当然我们很希望他们能够依照法规来推动设置这些处理设施 好那因为你们也是废清法的主管机关嘛 如果今天你已经知道这个状况了 后续麻烦你们主管机关进行后续的一个追踪跟推动 好那我认为啦 好刚刚我们在讲的这事业废弃物 呃刚刚我们联署份委员也有讲到我们现在变成毒物岛 就是因为这些有毒的事业废弃物一直在 好各个县市去流传 好那我认为说其实我们之前一直讲的这个垃圾大战 就是因为这事业废弃物他们很多地 他们没有地方去或者是大家去乱到 所以这些垃圾 好一直在各个地方 好被清倒 好那呃刚刚我们讨论到了 你有说你有报告的是39条的这一个 这个废弃物的一个这个处理办法的目的 是目的事业主管机关 好那包含了10个部会 他分别去订定他们的一个再利用的管理办法 好但是呢 呃这些部会根本不在意这些事情 好那环保署又认为说这是各部会的事情 好那所以你也说了 以前是 以前是主管机关是环保署 后来又变成各个事业部 那现在如果又出现问题 来我认为 我这边的角度我是认为说 如果今天各部会都不不重视 可以就是接受这样的一个作为 那我我也实在不知道要怎么跟所有人民交代了 好那这部分 好再请你这边环保署这边再多加加强 是我想这个跟委员报告就是有关这个 呃 这个这个两把就有关事业会就回到我们这边 其实我们原来也看到这个问题 所以上次我们提二法合一的时候 其实我们也做这样的思考 不过因为我们长期立法都跟人力的跟资源没有搭配在一起 所以业务就是说法修了以后很简单 但是业务就过来了 但是事实上我们有没有能力把它做好 这个是我们现在所关心的 如果说能够有配套 那其实我们并不推这些这些责任 是所以现在修法就是要做这件事情 好把你们所有的配套都拿出来 谢谢 谢谢 好谢谢 副署长 我向各位报告 刚刚一直讲说这个立法很多意见 请坐 修法很多意见 有意见的都叫做业者 并不是人民 所以各界有意见是所有的业者 从制造废弃物的这些业者 因为要加重他们的成本 要叫他们负起责任 不要把他们对环境的污染 给他抛到外部化 叫国人或社会来帮他们买单 所以加重成本他当然有意见 回收处理业者 这么多的假回收 其实行废弃之时的 或者是乱回收的 他们也当然有意见 在处理机构 有一些不孝的 胡乱处理的 在处理的 他们当然有意见 所以有意见的名字都叫做业者 所以我向大家报告 二法合一的法 阻挠在哪里都叫做业者 业者有很多意见 所以今天没有办法立法 其实就是业者有意见 不是人民有意见 人民期待赶快立法 所以这个是要讲清楚的了 那我们是不是下一位 继续请我们无欲请委员 所以呢 тобі 我今天有些称啊 你怎么能听得 mixed 还是要点 我现在带开始 那我出 boss 就没什么 就没关系 你怎么可能 我跟他有连责 我现在enk 我 los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